畫面中可以看到平交道警示音突然響起 有機車驚險搶快衝了過去 沒想到一輛垃圾車也想闖 沿見前方車道已經塞滿了車 平交道柵欄慢慢放下 實在來不及 這垃圾車只好在平交道前緊急煞停 而柵欄還一度卡在車頭上 駕駛這才慢慢倒退 乖乖等火車通過 過程全被民眾的行車記錄器拍下 但來聽一段訪問 事件發生在12號下午4點多 桃園巴德一處平交道 當時垃圾車疑似在警示音響起之後 想闖過平交道 不過實在來不及 前方也沒有空間 這才緊急煞停慢慢倒退 對此警方表示將近不釐清狀況 若違規要開罰 只是這輛垃圾車是否為市府環保局所屬 也需要再進一步確認